会让每个人都能够饮用到干净的水 新竹县政府逐年争取中央资源 改善无自来水地区接管工程 也补助偏远用户以及低收入户 全额接管费用 让全县自来水普及率 从107年的86%提高到了90.2% 突破了九成大关 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水可以用 提升自来水普及率是县府施政目标 新竹县供水普及率已经超越九成 成长趋势全国第三名 我们新竹县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以上 但是对于偏乡地区 仍然有很多乡镇的偏乡里 仍然一再提出向我们政府重视 现在最困难的地方是 因为土地的取得 如果这些土地 因为它要经过这些管线 或者是要做一些加压站 这些因为有土地的问题 所以目前常常都在协调 全县57.6万人供水52万人 根据自来水公司统计 逐县自来水普及率 从107年的86.8% 四年来提高到90.2% 今年6月底突破九成大关 让偏远地区用水更便利 县福争取中央 无自来水地区改善计划 今年获第四期核定实践案件 补助3000多万 包含新浦两件 关西一件 株东两件 新峰一件 湖口两件 及株北两件 目前协助118户完成接管 县福也编列1083万 补助接管户 用户设备外线长度20米以下费用 全额补助 超过20米 补助超出长度的三分之二 低收入户全额补助 来逐步提升普及率 争取经济部水地署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能够得到水地署的一个 支持补助的经费 来协调解决地主的用地的问题 第三个 我们也是特别请原县的乡镇公手 也一起来出面 来购买或者是租用这些用地 只要这些可以解决之外 另外就是对于这些道路的 恢复的负旧的费用 乡镇公手如果可以负担的话 又可以增加我们争取取得 经济部水地署的补助款 目标让每个人都有自来水喝 不用开车远到外地载水 也不用担心水质水量不稳定 民生用水品质好 让竹县宜居更幸福 那我们要用这些道路的 点到车换 车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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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